朝鲜频繁试射洲地弹道导弹 其目的和影响是什么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好来观点 当地时间10月31号 朝鲜方面算不 当天试射了洲地弹道导弹 韩国日本随机分别报道了这一消息 并且称称 朝鲜导弹的飞行时间及高度 均打破了历史记录 那么朝鲜为什么如此频繁地试射洲地弹道导弹 其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 一方面 展示军事实力 应对美韩挑衅和制裁 洲地弹道导弹 作为远程打击武器 是朝鲜军事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韩频繁的军事演习和对朝制裁措施 给朝鲜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 通过试射洲地弹道导弹 朝鲜既可以向外界展示其在导弹技术领域的进步和实力 也是对美韩挑衅和威胁的一种回应 另一方面 检验武器性能强化国防力量 通过试射活动 检验和评估洲地弹道导弹的性能和精度 以便定一步改变和升级武器系统 朝鲜认为 通过频繁事射导弹 可以提升国防实力 展示自己的武器指导水平 并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做好准备 再一方面 是政治和外交策略 朝鲜方面表示 任何时候 朝鲜强化核武装的意志 绝不会改变 朝鲜设设周地弹道导弹 旨在向美国等外部势力 表明起决心和立场 争取在未来的谈判和对话中 占据有利地位 但是 朝鲜设设周地弹道导弹 对全球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主要体现的 仪式加剧地区紧张 朝鲜的导弹试射行为 主要是针对美国等国家的 铁在威胁 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二是 引发国际关注 朝鲜的导弹技术不断突破 引发了国际社会 对朝鲜军事实力的重新评估 以及对其未来可能行动的担忧 三是 促使中边国家调整战略 面对朝鲜的导弹威胁 韩国 日本等国家 可能会加强与美国等盟友的合作 共同应对 潜在的 安全风险 此事影响 全球 安全格局 朝鲜实施导弹 不仅关乎地区安全 也可能对 全球安全格局 产生深远影响 包括 国际军事力量的平衡 核部扩散机制的挑战 等等 总之 朝鲜试射 洲际弹道导弹 对东北亚地区 乃至全球局势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 需要国际社会 共同关注和应对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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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